高烧牛肉 面汤要分开吗 好 一样欢迎欢迎 台北车站商圈 普锡街银行街林立 是庶民美食的一级战区 每到记忆葬庙时间 这间人气面食馆 准时永进死忠粉丝 用舌尖按赞 有些时候吃半斤半肉 有些时候就是特牛 就看心情 特牛 心情好是吃特牛吗 对 或是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 也会吃特牛 为什么 为了自己一下 牛肉面面好汤浓肉大快 心情好心情差 都有理由吃一碗 能够通过舌尖 疗愈心情的台湾牛肉面 其实出自两位外籍 主持手底 一早来自对岸的陈永超 和加拿大籍的John Roy 在厨房熬汤炖肉 分工补味协力有默契 不是敢流行多元成家 两个联金吸手打拼 小店里有共同创业的 革命情感 还有两点半 根据上尺寸牛肉 小的两点 牛肉 阿德瓦主厨John 以利说的中文 介绍自家牛肉之所以厉害的做法 他变成鸡同鸭奖 老板娘高美娟立刻跳出来 担任厨房解说员 切味比较长 比较 对你可以说是有嚼劲 我们就要切薄 没有办法切厚 特选的后腿牛腱肉 肉质紧实带韧性有嚼劲 得慢慢炖乳 让牛肉入味又不软烂 考验火候控制 但这一点也拦不倒John 趁着牛腱肉炖煮空档 厨房丽头也准备就绪 洋葱姜片爆香 天然辛香味扑鼻而来 又或退现 这一锅要煮的是店里的招牌 特级牛肉 剑紫心其实因为它量少 它一只牛可能就只有两颗 或者 然后那个 因为它本身是从牛腱肉里面 取出它精华的部分 因为它有筋的关系 所以它让它的肉的纤维变软 口感更好 我们的客人吃到那个 剑紫心肉之后 就会回不去了 切好的剑紫心肉 和酱油 蜜芳酱汁 米酒 一起煨煮一个半小时 入味后捞起 带着牛筋胶直的剑紫心肉 软嫩多汁 光用看的就让人冻北条 很好吃 我们的牛肉很好吃 第一个 我不能告诉你 laczego都放了这里 你的料理 这个味道 行为 鸣薯 煎 鱼 鱼 煎 我打不着 什么 你只能剁 不 我不能剁 我还能保留 是一个什么 这些家伙传 我真正 来自加拿大的John 遗传专业厨师妈妈的好手艺 对料理也有一手 来台湾后爱上牛肉面 特地跟厨房达人 也就是自己的岳母拜师学艺 当了台湾女婿 口味也跟着台湾话 加拿大人吃很多脆的甜的东西 比较台湾 台湾是 一丁丁 剑子心特牛很牛 牛肉汤也要够牛才够匹配 牛腱肉修整下来的碎肉 加上姜片去腥蹄味 然后小筹笨 使用牛小排释放甜味 取代味精走健康路线 外面有很多用牛大骨去熬汤 可是骨头熬久了 其实它会有一个酸味 所以有一些商店 可能是要用某种调味料 去稍微把那个酸味 酸度给降低 所以我们拿牛小排下来熬汤 只是说那个为了汤的鲜度 因为它会有很香的那个牛肉的味道 熬了汤之后 我们把那个肉骨头再继续让它熬 因为那个骨头的部分就比较少量 所以它不会把那个牛骨髓 或者说那种酸度被煮出来 这样子 原本是加拿大木材公司经理 John也是拳击跆拳道和气道的高手 拿过许多的冠军奖牌 大约九年前在网路上认识太太高美娟之后 远渡重阳到太平洋另一岸落户生根 为爱来台也继续教学专研 让议员心中的无数梦想 总共四位对不对 来请下十个角子 然后后来就发现 小孩子渐渐长大 然后成长过前就没有一个父亲的角色 也不行 和John一样为爱离乡的还有陈永超 在大陆是工程勘察设计师 专业技术有好的收入 和高家姐姐高美玲结婚后 分隔两岸 空中夫妻一个月相聚一次 直到四年前才为了女儿搬到台湾生活 我是怕她到那边的话 更难适应来带小朋友 算了 还是我到这边来适应好了 总是要有一个人做改变 来到异乡 不仅切断原本的社会连结 人际关系 连专业工作也得放弃 还好有爱的力量支持 让陈永超顺利融入台湾生活 也跟着赵母娘学习第二专长煮牛肉面 要打到它表面光光的摸起来的话 按下去有一些些弹性 这样的话有韧度 有韧性在里面 削到锅里面 它那个劲道还在里面 粉心粉搅拌成面团 韧性高有嚼劲 做刀削面是自家牛肉面的口碑必杀剂 厚度的话半公分左右 然后宽度的话是一公分这样 太厚了它不容易熟了 太薄变成纸一样的一煮就烂掉了 削一天下来的话就躺在那边 马上就睡着了不能动了 然后第二天醒过来胳膊腿都是酸的 另外番茄面的汤头百分百天然浅红素 外加肉燥提味是超级鲜甜回甘的专家贝卜 肉燥不够的量下去煮出来的番茄跟足够肉燥的 那个番茄汤煮出来的鲜度完全就不同 所以这一张可以学习 真的吗 我透露一个秘方了 不可以 感情很好的姐妹俩 结婚后两位夫妻一无言下展开新同居时代 两个外籍老公干脆一起创业 开店卖牛肉面 原本做文字工作的姐姐和做玩具设计的妹妹 也跟着爱相随 用行动力挺 赚得小康生活 也兼顾家庭和亲子关系 对我来说我是算是支持老公啦 不论哪一个房页 我的个性就是做一行我会很喜欢的一行 一家人能够一起生活一起工作 高美玲高美娟两姐妹一口同声说 这是一件超幸福的事情 不过四个人三个国籍 自家面店宛如小型联合国 文化差异还是没不了 可能我老公他就会比较重视结果 他可能就是我烧面 我把面烧完 我有空我再去整理我的台 对于那个很注重过程 很注重厨房整洁的这样的大人来说 他可能就觉得这个是一个 他不太能够接受的东西 其实没有所谓的谁对谁错 只是说你 就是大家都是要把事情做好 两个台湾女婿适应台湾生活 怡然自得 John说唯一还要努力的 就是特不说中文的恐惧 朝外台湾的她 已经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国家 乐不思蜀还打算申请永久居留身份 而台湾人的老爸陈友超 则希望把台语学会 当个驾驾的新台湾人 上市场可以和菜饭阿姨们 拉近距离拔干净 更接地气融入这块土地 两家人一家店 爱情亲情相承 未来他们希望能够稳扎稳打 开分店打品牌 与更多人分享 做碗里寄托异乡达平成家乡心情的 非典型台湾人做的 正宗台湾牛肉面 一开口就关心年节买不买得到鸡 灯光明亮的温华熟机摊 人潮没停过 更难想象小年夜还得半夜来抢鸡 端详着玻璃柜里 熏的 盐水的 带油的 吃咬接人的 各有所好 前场不满意的 后场还有一阵墙面可挑 选定了一手 两位师傅快手分切 老板娘张家沛哥不小 老公心疼他没力气动刀 索性成了位说鸡高手 他家的鸡像是伸展台上的model 总得SPA-LINE投射 展现最好身姿 有须的比较香 原味比较甜 这都比较大只的 然后这边比较小的 600的 对 所以能够上架的都是特别 有选过美的 对 有选美过的 那个鸡有漂亮 客人看了就会走进来 真的 因为有差的 他们是很稀客的 对 只只还原饱满 皮透健肉 一道舵下 最诱人之处在皮肉间 凝结的鸡汁 就一分钱一分货吧 好吃 我从永和来的 特别好来这边买 我们都永和 好 我们的胃口都一样 讲起来这比较大壮话 也不会太贵 也不会太贵 这个口味 附合我们就好了 面对年节这最大场 坐镇在嘉义的高骏宏 不得不连夜北上寻场 因为要赶不出鸡来 台北五间分店闹饥荒 张家沛可是头会冒着烧 你是跟着这一批鸡一起上来的吗 他们到我也差不多到了 你也到了吗 对 我都是看一下他们摆设 摆设有没有整齐 然后清洁程度 还有水电 电灯有没有坏掉 你要修水电 对 坏掉我就要修了 养鸡之外还要修水电 养鸡是副业 修水电我看才是正业 第一只甘蔗鸡要卖的时候 我关在一瓶的空间 就一个烤炉 我叫我老婆每天抓两三只鸡 来给我熏 我就在那个紧闭室里面 熏出来了 接近傍晚 嘉义西口香的加工厂里 传出阵阵烟熏香 三斤多重的土鸡 经过浙熏 披上一身琥珀油亮 妈 不知道外面吃了 怎么叫我吃了 我们在熏 连骨头都有熏的味道 不像以前 不像外面人家在卖的 那个熏的 它只有皮油味道 极油直冒 鲜度看得见 没多久 运机车就满载 像是号角响起 整齐花衣的送进机房 仓房里大军压镜 上千只盐水烟熏 同处一室 等待冷却后的分切 养鸡宰杀到加工贩售 这是高俊宏花了二十一年时间 打造出的产制一条龙 我们都有练轻功啊 就轻轻地勾着啊 轻轻地提起来 轻轻地摸它 让这个煮到刚好熟 整只鸡都吹弹可破的感觉 这个冷掉就变成激动 不到二十岁就坐到水电包商 去遭厂商倒载三百万 只好回到万华三水市场 卖熟鸡 店面只有一瓶大 太太前厂卖 她在后厂煮 年纪轻轻就练久 煮鸡好本领 你用大我煮了会很干柴啊 会搭搭啊 我们的鸡肉结实 然后又细嫩 煮出的鸡肉质Q弹好入口 身影越来越好 一股好还要更好的向上力 让它开始缩原养鸡 跑到台南嘉义养鸡 甚至自己配种 红鱼有纤维 黑鱼肉直系 两箱混血的新土鸡 养三个月才出鸡舍 口感更好 个个机关鲜红 头好壮壮 我自己就笑我自己很傻 因为你要卖鸡 谁要来盖屠宰厂 然后要卖鸡的人 谁会来养鸡 大家都去批发市场 拿现成的就好 去跟电载厂买现成的就好了 消费者也没有人会关心 这一只鸡到底它从哪边来 我不是傻蛋 我没做不行 我就傻过头啊 父母市场卖鸡 他发誓长大绝不碰鸡 但越是逃避 越是被黏得更紧 陷入莫非定律的鸡犯小孩 养鸡养出心得 路子倒也继续走下去 但接踵而至的卡梅基 和莫拉克台风 把他三十万只土鸡摧毁 一席间损失超过五千万 你在最辉煌养鸡的时候 那时候我鸡养很多 每天家里客人不断 然后那时候打电话来跟你问候的 除了自己的亲人 跟真正自己的好朋友 其他只是来试探这通电话 从英雄变狗熊 尝尽人情冷暖 还好行李鸡的奥骨 没被打断 夫妻同心 两栋房产抵押并线 花了三年还掉负债 开始在嘉义西口买地盖厂 从孵化到沉积全部掌控 也力拼从电载到熟机 卤胃滴基金 冷链车 送达台北十小时完成 我们每天跟时间在赛跑 因为你在嘉义加工 然后台北要卖鸡 每天光这周深 有时候塞车店面都来不及开 过年最大量可能上万 一千多数上万 对 因为年节 过年大家都要拜拜 为了喝杯牛奶 去养一头牛 大家笑他傻 结果电载厂开始运转 两年后市场进展政策上路 当年的大拨大力 祝他们跑得比别人快 好像吊子比较我们也一目了然 然后客人看了也比较有震撼力 说怎么那么多急 每天上千只鸡北上 远移收达上益 产销一条龙再也不应市场波动 影响极价 未来还要把骄傲的土机 外销东南亚 夫妻任分把一件事做好 掌握先机 机会来了 世界都是舞台 二三十种菜肴阵仗摆开 时间还不到营业的早上六点 已经有老主顾等在门边 旺华区许多老人家 每一天都是从市场小巷内 这一摊台式早餐开始 准备你吃饱了 不一会儿小摊前的凳子 已经全部坐满 还有站着排队外带的 后场的大姐赶紧加快火力 大姐头包着毛巾 锅铲起落都是作战的架势 大姐没想像像打仗一样 对啊 现在都像打仗 因为等一下这两三点就要开启动了 对对对 两三点就要开启动了 没有饱了 吃 吃饱阿伯 吃 来 什么菜 青菜有馅菜 后面有茄子有葱 苦瓜 瓜子肉 红椒肉还是福菜 亲切招呼客人的 16年级的老板阿伟 尽管戴着口罩 充满笑意的眼神 依旧温暖热情 谢谢 来 他收来吃饭的阿公阿伯 都像自己家里的长辈 所以每一叠菜20元 他怎样都舍不得长 这样把它压低一点 对不对 因为这边都是主顾客在吃 你今天把价值高了 他们也 对不对 那就是反正能过的 就基本上就是顺着以前 这样做就一直做一下 现在外面的他价钱又高了 因为这也出贵 对 好险我们在巷子才房租 比较便宜一点 所以才能够说就是吸收一点 你不然的话你完全 脚菜就外面店面 20块你买不起 也是有一点照顾长辈的心情 然后出去吃饭 当然啊 这一样的嘛 就很像久了 他也把我们看着自己 自己的小孩一样 其实这边都是这样 外面就是比较年长的社区 对 你反而年轻人的东西 他们没办法接受 对 像我们的菜 你看 都要煮得比较软一点 好 比较软一点 也没有比较软一点 其实他们没办法 所以一个地方一个地方 对 那只要这种菜在东西买 因为年轻人要不吃啊 太软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 符合万华这个环境 万华 剥皮疗的阿伟 剥皮疗的阿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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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要要抢阿伟大换钱 被客人封为阿伟大饭店 是因为餐台上 每日菜色都很丰盛 入味的卤肉 咸香的瓜仔肉 都是超级下饭 超人气的美味 是第二碗饭的 好 所以你每次来都吃两碗 自助餐最后有吃 午餐 它有酸味 所以大概多少钱 就可以吃到吗 大概一百一年 就可以吃得很早午餐 在经营台式早餐之前 阿伟原本开的是宵夜海产店 后来朋友的妈妈年纪大了 想把自助餐店收起来 阿伟觉得太可惜了 干脆把棒子接下来 现在很少人要做 对 因为像这种 现在都已经变美而美 变什么了 这种早餐 麻烦 是他准备的工特别多 你看我们两点就准备 要准备到五六点 你到现在才有这几道菜可以卖 所以现在的人 基本上会越来越少 老人家做不动了 就换年轻的 年轻的怎么可能去做的 太早期了 对 对不对 比较没有 不会有这种 我觉得这种店会越来越少 年轻怎么可能做这个 拜托 每天穿着鱼 穿着这个怎么做 对不对 大家也是要干干净净的 可是你到一个环境 我觉得就是那个点 刚好我们对餐饮也有兴趣 然后你就可以了 然后这老店 那时候想要找人顶下来 对 刚好我去考证照的时候学 他刚好这个是我一个同学的妈妈 同学的妈妈 他要这个小孩子没有意愿接 对 然后要把这个店停掉 然后我就想说 刚好也要找个店做生意 那不如就刚好过来 第一轮的客人来得差不多了 阿伟强在第二轮之前炒咖喱 台式咖喱就是 台式就是加三层肉 对 没有加那个 日式都是加那个 鸡肉啊 牛肉啊 这个要把它炒香 因为它跟咖喱块不一样 是咖喱块吗 对 你咖喱块要直接丢下去了 好 那我们这咖喱粉 你必须要 温度够把它炒香一下 比较好吃 鸡肉 鸡肉 对 还有松本肉 这个刚淀那个马铃薯的 这道招牌的台式咖喱饭 老客人都知道 要等到八点过后才有的享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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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顿鸡肉 过去炒的几乎都是下酒菜 现在改成古早味台菜 改变烹调还好调整 改变作息才真难适应 日夜点早 对啊 现在很正常啊 退休的生活 六点就要睡觉了 六点睡觉 对啊 六七点啊 不然一点都跑不起来 以前是六七点才开始 对 不一样了 身体有变好吗 当然啊 比较精神啊 这个比较好 比较辛苦的比较好 海产店应该比较好赚 对啊 好赚什么 可是你要喝酒啊 自己要跟着喝啊 当然啊 这个比较好 这个又不会欠钱对不对 都没有时间花钱 所以人家都可以赚钱 我说是没有时间花钱 你是可以存钱 不是可以 不是可以赚多少 好 乐在工作 也从工作中遇见真爱 未婚妻的父亲 还是宗佛塞 请教他啦 不懂的就请教他啦 所以有跟岳父请教啊 当然啊 他那个老经验呢 他的资历比阿姨还老 比阿姨还老 对 在台式早餐店 几乎消逝的年代 阿伟用活力冲劲 保留万华庶名食堂的历史文化 和无可取代的人情味 好 谢谢啊 要解释一下 白白胖胖的卦包 带着蒸腾热气 从蒸笼出关 接着躺卧在小钱碗里 花生粉 酸菜 三层肉 还有爽脆香菜 一层一层堆叠 最后包夹成米其林指南 大推的台味汉堡 卦包就是台湾汉堡 没有 因为以前我们用塑胶袋 然后 第一它饱 拿着会烫 然后带来就是 现在环保意识抬头 就是能尽量不要用塑胶 我们就尽量不要 我也不知道 比比登是什么意思 那是古年的时候 那些记者都带来问 吴黄毅原本 连比比登三个字都没听过 做挂包三十年 自家东西好不好吃 他心里有谱 自信的舌尖味蕾 和客人每天面对面的直接反应 是最准的评判标准 比比登的肯定 是自慢味的锦上添花 也让吴黄毅和吴国渊父子 更加忙碌了好一阵子 粉肠汤跟瓜包外带 吴家的老摊子 每天的日常温度 如同眼前的热烈蒸腾 但2021年5月中旬 萌甲成为台湾社区疫情的起始点 人人文之色变 位在华西街内 吴黄毅的炉火 也在一夕之间冷却 本来没有什么烦烈 因为以前爆发 我们以前以前三十一回 没有这么严重 我们以前几天 有十三个月而已 不就是说 我只得比我变成二三个月 早上一年一天 没有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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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本来就是这样 吐蕾 不像我们在台湾 穿我们在台湾 还不错 将近三个月没法做生意 只能吃老本 算是吴黄毅人生航程当中 比较大的波浪 他的心态很正向 人生嘛 谁能一帆风顺 何况这次是所有人 都要面对的考验 遇上了想办法解决 没法解决的 就咬牙忍耐 年轻时从故乡台南北漂闯荡 在华西街名气响亮的 淡仔面店当学徒 一头钻进餐饮领域 有创业梦想当老板 吴黄毅接连卖过三宝饭 自助餐 吐脱鱼羹排骨汤 炸过果汁和水果切盘 成绩都不怎么理想 但他吃苦当作吃捕 一时的失败阻止不了 他前进的脚步 最终靠着道地的卤肉饭 在华西街立足 分支出来的挂包这一位 招牌也一挂三十年 要做这些人 要先去吃白鸿鱼 要先去叫白鸿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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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事情做到专精 先把简单的事情重複做 重複的事情用心做 吳晃玉 每天亲自上市场选三 連颱風天都不休息 數十年如一日練成達人功夫 做到喬一眼就能判斷 食材的等級好壞 經濟的產品很漂亮 這個已經是最高級的 我們是比較簡單的 不能分斷 你應該每天的工作就是這樣做 習慣了 變成習慣了 你可以兩天三天做菜也可以 有好的開始 還得在這基礎上兢兢業業 豬肉依照客人的喜好 分為肥瘦兩鍋 我後時間都要仔細拿捏 不能想要一次做到完 鑽山的鑽來 像鑼蝦在這裡軟來說 開肥 會扶肥 你現在不能擦手 都鑼蝦很暖 鑼蝦頭就是六七分 然後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會更軟 然後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再滾一次 所以不用滾太暖 因為我們滾在這裡放在這裡 待會兒肉都放金 最平凡的酸菜 吳黃玉有別於一般用炒的 滷到軟硬勢中 而香菜口感爽脆 畫龍點睛 再貴也不能省 四神湯清爽有味也不簡單 他說產品沒幾樣 沒道理做不到位 肉是比較有入味 然後所以我們幾個公司的同事 都蠻喜歡的 咬下去就入口即化了 吃到不容易 我真的吃看看 吃到什麼 那是一種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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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出來做一百分 兩個刺激 一個綜合湯 怪蛋 對 一個 吳黃玉的二兒子吳國元 從小在爸媽身邊 練就俐落身手 更年輕時做到怕了 退伍後跑到外面上班幾年 才甘願回家 扛下傳承的膽子 一定是這樣子 那是從小做到大 然後好不容易退伍了 想說可以自己去外面試試看的 怎麼可能還會待在家裡面 父子協力打拼 老爸開攤 吳國元負責 午晚餐時段和打陽班 第一代傳授基本工 第二代改裝攤位 進化工作流程 改用漢堡包裝 年輕人有想法有做法 也讓八十歲的老爸爸欣賞配合 這次修到會怕 以前想說很累啊 後來改成有週休二日的時候 我還爭取說 我們要不要有週休二日 做吃的 做一天算一天的 還有哪有做休息的 疫情導致的兩個多月意外假期 終於結束 整體華西街的人潮 平日只有疫情之前的兩成左右 但吳國元不太擔心 他相信只要這條街的特色味道還在 客人終究會慢慢回來 真的很懷念小時候那種生意 小時候那種人潮那種真的是不業成 隨時肚子餓從樓上下來 就有東西可以吃 都不用怕沒有人開這樣子 實在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我本身也是我們華西街的 自治會的成員 真的不行就是想辦法再轉變 看能不能多吸引一些人潮進來 每個夜市一定都這樣想的 真的要變了 華西街曾經因為蛇店和工艙 而繁盛一食 連帶地形成小吃聚落 時代變了 吳家父子和左右鄰居 也在變與不變之間拿捏前進 但吳皇毅堅持 再怎麼變 好味道不能變 勤奮樂觀不能變 如同他以身作則 八十歲還天天上場都軍 樂此不疲 簡單的傳統台灣味 吳皇毅踏實做到國際美食評鑑肯定 停業期間又再次入選必比登 井上天花也是雪中送炭 提醒著老客人 熟悉的味道還在老地方認真 變也不變 差不多兩位觀察來就好 這是大家希望 不只我的希望 一個一斤 一個半斤 一個半斤 一個一斤 一個半斤 這兩人一斤 好 久違的熱絡 久違的泉源到齊 我們家牛蚌是一根一根的 不能枕頭下去 我們的招牌 就像這樣一根一根的 對 對啊 這很費工 因為你脫幹之後 你才跟薑拌均勻 才能抓根 處理牛蚌 花植脫水 還要趕著打包結帳 場內外忙碌 火熱的程度 直逼爐火油鍋 半斤一百要多少 你很久沒這麼忙碌 很久了 是的 很久 久到老客人都能算出來市場的次數 沒有那一陣子 大爆花沒有出來市場 這是第二次來 對 因為要拜拜 炸物炸的噴香 終究還是這國氣 又把人潮給聚攏了 來 小姐你們可以打開 你們可以打開自己家 對 媽媽會 那個電話遙控我來買 蝦捲他們有穿衣服 跟沒有穿衣服的 因為我媽很麻煩 她還說要怎麼買 沒穿衣服的 對 因為穿衣服 你感覺這真的老客人 不要 他很老 他是龍山商場的人 謝謝 因為後來這氣炸很好吃 謝謝 對於慧如家的產品 如數家珍 真也難怪 嗓子都寒啞 還要大家別心疼他 因為這可是種幸福聲響 一兩百五 七百五 七百五 這一百五 剛好九百 從疫情那時候很慘 那時候剛開店 根本就沒有人 一天不到一千多塊錢 然後慢慢 剛好加上中元節 然後才比較有人 因為大家畢竟就是會鬼月 下去秋來 祭拜好兄弟的日子 顧客終於又走進長廊 步伐多了 腳已有了 這裡是萬華的東三水街市場 疫情的時候 比較少一點 對 但是還是很享受這個味道 每樣商品都很好吃 真材實料 所以現在慢慢趕走進市場 對 我這個禮拜就來買了兩次了 一定要支持萬華 上次就是還有遇到 對不對 就是環南市場的事情 所以又延了一個月 今天很開心 因為我媽媽說 要來我們家吃飯 對 因為她知道萬華市場都開了 攤子的燈其實一直都亮著 只是別人不知道 鄭敬堂的店處在中段 掛著布末 充滿日式風 鍋裡的每份炸物 總是傳達著阿公年代 濃濃古早味 像是花枝裡面包 花枝 香菜 美籽 還有紅蘿蔔 那其實當好吃的市場是 因為它吃得到花枝的整個 它的香氣比較多 採訪這一天 疫情警戒已經降為二級 迎來攤商交易最重要的日子 中元節 當家的他 把爐台熟悉的轉速給找回來 一次排開的油鍋陣杖 四大鍋 分成高低油溫 還有汆燙煮根的各司其質 這一回三角花枝丸炸完 緊接著是人氣洪昭曼 紅沙曼因為古早味 所以我們都造傳統 像我們這裡都自己切的 要造紋路切 然後它裡面都是 我們用醬燙 所以它顏色就是這樣 如果再多的話就很黑 祖傳三代的魚丸老店 其實在東三水街市場 早有名氣 早上七八點 往往那一場還在主治 就已經有客人在店前等待 更不用說 每到假日一定人氣滿意 但五月中新冠病毒來得又急又快 疫情升三級 阿公店的群聚感染 化學兵以迅雷不及嚴惡的速度 佔據萬華 電影般的情節 就在三部劇裡真實上演 那個篩檢站那時候成立 隔天就成立了 那我都說我們怕篩檢的那些人 如果萬一篩完 有沒有確診我們也不曉得 然後會走來三水街 所以我們就自主休息了九天 這一噴把錢子也噴飛十萬八千里遠 市場的登席了 爐火一關就是九天 九天後重啟又再傳確診 只好再休五天 疫情反反覆覆 店也就開開關關 最後是開一天的店 就要賠上萬塊 第一天的營業額都只有兩千多 真的是虧本的生意 虧本 虧本啊 因為我一天的營業額不止 至少一天的開箱就快要兩萬 對啊 那時候根本真的是空城 整天真的空城沒有人敢進來 沒有人敢進來 連快遞都不願意送 那時候嚴重到的時候 連聽到萬華兩個字的食物 他們都不願意要 他們怕萬華都是有毒的 連空氣都有毒 很氣啊 因為那時候 剛發生的時候 我們客戶在台中 你那邊發我們也不曉得 他說你那邊 我們說是嗎 突然在阿公店那邊 不知道我們這邊 可是他怕得到了 他說寄東西過來 從這邊寄過去 病毒會帶過去 所以要暫時不要 我那時候覺得真的是 有點心寒啊 再熱的油鍋 也化不了這心寒 老店總不能才砸了七十萬改造 就敗在看不到的敵人手裡吧 想想既然人進不來 就想辦法把食物送出去 因為醫務人員他便當吃不下 然後就問我說 可不可以配合我們家的產品 我說我們家是炸物而已 他說OK 那我就想說 其實先開始先贊助 後來覺得他們吃了喜歡的 就開始用 我給他用最低價的金額 就是讓他用訂購的方式 把炸物裝成圓便當送出去 剝皮療 和平醫院 還有婦幼醫院的醫護都遲到了 收到好評 一位導遊朋友 因為疫情沒了收入 慧如腦筋移動 炸物的美味又傳更遠了 導遊他的認識的那個人脈比較廣 所以我都說那我放線給你 去幫我找一些客員 他還滿多的 對… 然後就是這樣慢慢的做起來 像我們有蝦捲 花枝 海苔捲 還有甜不辣 就全部都配在一個盒子裡面 大家都吃得到 對不對 因為我們以前都沒有想過 要用這種方式推翻 沒有 因為畢竟我也不曉得你喜歡吃什麼 鯨魚 花枝 牛蚌 豬肉丸 過去曾經倫兩賣的炸物 裝成便當一個一百塊油找 總算讓店員有工作做 收入慢慢增加 夫妻倆蕭說這一苦的日子 大家的嘴臉都是垮的 像極了 長得像是異形的花枝 像這頭啊 這種頭我們會把它分排 那我們抓根的時候 是用它的腳去抓 對 跟我花枝 我花枝完啊 有炸的那種花枝書 還有香菜的花枝 還有四五種 四五種 曾經藤從小就跟著老爸切花枝 現在的花枝是越來越貴 可是再貴 也都是真材實料才上桌 你看這麼多東西 而且都要從頭到尾 都要自己處理 那頭雞啊 對 那頭雞就 出來結果就很貴 真的 過渣比就有那過渣比的味道 他說坊間很多花枝丸都不是純花枝 而是用魷魚 口感差很多 他們會把軟嫩的身體部分 做成花枝酥 花枝腳就切成段 用魚漿裹成花枝根 入口可以咬到花枝口感 因為你必須花枝跟薑 要一支一支它結合 而且要按紮實 如果你今天沒有紮實的話 到時候它會分離 薑跟肉會分開 身為老妖 老爸寵他的方式 就是把家傳重任交給他扛 我爸那時候走的時候 剛走笨笨的 就買到那種花枝 哇好漂亮 就完蛋了 打薑打不起來 他是 他不能連合 對 那時候就不知道 他就是上次配了很久了 他人在人情在 當父親不在的時候 就不一樣了 所以也是受過很多的教訓 然後才慢慢慢慢的學回來 不是音樂界的蕭敬騰 但期許會是個 魚丸界的鄭敬騰 該是手工製成 揪不假機械 老店家的辛苦做工 想辦法保存 這是手工 手工豆 對 這豆皮是一個很 現在已經這產業沒有了 因為已經失傳了 因為豆皮很貴 它是一個大張的 不然一般家都用機械的 機器豆皮是一種白色 不會這樣子蓄蓄 回頭看疫情 病毒很無情 不管前幾代如何努力 還是被打回原型 但總想著化被動為主動 老店不能倒 他不要當逃兵 不是天晴後就一定會有彩虹 但堅信只要不放棄 職人精神做工依舊 客人總還是會尋味回頭 再大的難關 也有雙隱形翅膀 不怕下油鍋 來 下 下喔 來 就過呀 樂的喔 來 下喔 早上六點多 老闆娘已經買手 在熟食天花板下 烤雞 鹽水雞 蔗糖燻雞 脆皮豬五花 整塊掛起來 果然有天下第一攤的氣勢 烤到酥脆的豬皮 嚇到的聲響 就把韜客迷得暈頭轉向 而成就這樣不凡的滋味 阮家父子 冰塵就得開工 就是說撒一點鹽巴 現在的話我這個就拿來蒸了 我先蒸再烤 先蒸再烤 對 蒸起來要打洞 這樣子烤的時候才是容易 皮肉分開啦 它不會像騎水泡 對... 騎水泡的話就是被你這邊 一個泡起來 一定要拿回去 主要是拿出來 然後 往上一點半就是 應該說是 輕盛一點半 輕盛一點半 對 早上會不出來 輕盛一點半 輕盛一點半 對... 對... 因為這個蒸五花燒的話 它會... 它是比較費工夫 所以叫你來的時候 就要先用油或是把它吹乾 吹乾之後 沒有在下去烤的話 會... 皮的話才比較... 比較... 肉質快熟 然後皮會比較... 皮比較脆 對... 所以我們家做的皮比較好多 對啦 燒到就是比較雜啦 有... 有花肉 又烤花肉 又有叉刀肉 又有烤雞 燻雞 海水雞 然後滷味 這一度粉絲 這邊說一點... 這邊說一點話 才會... 才會... 看到... 烤爐溫度 近低兩百八十度 表皮油脂爆香得差不多了 這是豬五花得做第一次的整形 你... 現在烤起來的話 溫度的話就是黑掉了 那黑掉就要刮掉 先刮 那你再烤下去的話 它等一下皮... 皮的話沒辦法刮 整個... 整個就... 就爛掉了 那你他們評審的話 來的話 我貼了叉叉 還有這個五花 還有鵝 還有那個鹽水雞 我這樣給他們 他們都... 我這東西都不錯 像環象 環象 環象 像環象在兩樣嗎 對 喔 真的 一開始很像 這是相當麻煩 還好兒子願意學 對 他不學你可能找不到人 他不學的話 我都退休了 不錯的 好 反覆烘烤 反覆整形 一塊豬五花 從進爐到出爐 最少一個半小時 才有皮脆肉嫩的 迷人口感 這還只是老闆 阮明豐眾多招牌品項的一種 真正讓他贏得天下第一攤的 是鹽水雞 阮老闆說煮鹽水雞不難 除了不能透露的 自己研發的特殊配料之外 成敗的關鍵在於 雞肉的鮮度 好吃的蜜蜂 就是配料 還有雞本身一定要新鮮 因為雞如果是說你冰過的話 或是怎麼樣子的話 放了太多天的話 今天殺起來 放到明天煮就不行了 對 那那個肉質的話 就被纖維化了 纖維化就是燒燒 這個燒燒它等一下會 那個煙會變黃 那黃的話 火就可以關掉 正斑一下的話就可以了 自然會上色 這個沒什麼技術 熏的 烤的 煮的 油刃有餘 這身好廚藝 是結婚後才開始學的 原本做的是汽車修理 但是有了妻子孩子 就不是一人寶全家寶 為了養家 她跟著朋友學做燻機 做叉燒 手藝純熟以後 就租了萬華市場的小攤子 找家裡的姐姐妹妹 共同經營 生意口碑都不錯 後來姐妹們陸續出嫁成家 人手越來越少 太太說 逢年過節的大日子 都得熬夜趕貨 都得熬夜趕貨 都得熬夜 都得熬夜 你不熬 那種毛什麼 用來拔包乾淨來 沒有拔也不行 是這樣 對啊 當初嫁過來 知道這麼累嗎 我們以前都沒有做過 不想做那麼累 還好兒子韋倫 當完兵就留在父親身邊幫忙 幾年磨練 已從伸手便熟手 我姑姑一個一個都嫁出去 還沒有人熟 我不做的話怎麼辦 就是從失敗 從失敗的教訓 一直成長 一直成長 到現在才會做 失敗會被罵嗎 當然啦 媽媽都口醒一頭 因為前面還敢 只要出貨就是 對 對 爸爸 爸爸會很兇嗎 會喔 我 爸爸我快哭出來了 那你最佩服爸爸的一點 是什麼 毅力啊 意志力啊 他的意志力 對 因為做這個很辛苦 然後有時候 有客人一到奧皮 他又要忍受 忍受他那種脾氣 客人臨時給我們叫肌肉 結果他說他很趕 然後我們也是要很趕 要不要出貨給他嘛 好 結果路上塞車 他就沒有時間到 他就劈他罵 罵他媽媽媽媽 罵他媽媽媽媽 罵他這段班的 對啊 他爸爸還是等下去了 對 對 對 市場人生從來不容易 一晃眼四十年過去 老味道不走味 依舊擄獲人心 他們幾好吃 這個是我們這杯的 人民的老牌子 雞肉的話 它的吃起來 它的那個口感 會非常的有巨額 因為它都是用 當天的火體裡面 溫體的 它不是用運動的 所以吃起來的話 口感會特別的鮮 對 我們家人都很喜歡吃 連我的小孫女 才四歲而已 她也會想要吃 對 所以買了就回不去其他地方 對 回不去 你吃了一次的 以後你都會吃 然後 一天你到底就想要回來吃 吃吃吧 買這麼多是 買自己吃 自己吃 自己吃 沒有吃飯就吃雞肉而已 真的 怎麼那麼幸福 我幫你吃飯 我幫你吃飯 東西很新鮮 你很新鮮 老闆娘又 很開的 很開的 雖然已經是三個孫子的阿公 阮明豐依舊樂在工作 二度獲得天下第一攤的殊榮 夫妻兩笑的開懷 墨黑工作的每一個日子 顧客的肯定 就是一家人的最大動力 這個肉要切肉造的話 要先焯一下水 這樣這個肉等一下 你要切的時候 才不會跑 清晨的老萬華街燈 靜得絕美 映得蒸籠上的陰暈也如咸氣 縱然老父親 刮在兒子耳機的叮嚀兜兜兜絮絮 卻一點也不干擾 這個時分的冰淨 以前 因為那時候我還小 小學差不多四年級的時候 我媽媽剛開始都是 在家裡做一些油飯 然後拿到菜市場去賣 早上就很早 那時候我就想說 早上那麼早起來 真的是很辛苦 沒有什麼意願 要做這個東西 後來是因為我媽人身體不好 然後她也很捨不得她 這麼辛苦 辛苦了幾十年的生意 就沒有人跟她接 曾經厭惡曾經攀逃過 最後卻還是捨不得讓媽媽賞心 黃一清逃到了35歲 卻還是選擇回家接手老店 妥協的那年起 她便習慣比太陽更早的早起 專程去挑的 你沒有專程去挑 它這個沒有這麼漂亮 有的人他先來的話 就先挑比較好的 像這個這個肉很漂亮 有沒有 這個五花肉真的很漂亮 事實證明 勤苦還是值得的 花包用的五花 要挑油花濃鮮勻襯的 碗到就絕沒這種花色 有飯飯的肉燥 從前媽媽用的是豬頸肉 她則改良雪後腿肉 夾進豬肉皮一塊兒滷 既能吃到膠質又相認滑口 代價卻是30年來 就得一刀刀手切至今 他們那個攪這個肉 很難攪 有時候會有一些 淋淋碎碎的肉 他們會加上去攪 有的會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的話 我是覺得給客人吃 比較不放心 它的豬頸肉是這樣子的 就是這樣差不多這樣子 一一一條一條一條 它是它的肉 肉的話就是回瘦各半 所以很多人看到那個 碗上面 那個一層回肉在那邊 現在的人不敢 大部分都不敢吃 傳統人家做生意是這樣的 既然食材水準是根基 那就沒理由遲到將就 肉燥親手切 豬油親手炸 能改的是與食俱建的配方 不能改的就是小店成功的執念了 以前我外公是在VANGUA這邊 做那個裝破筛 辦的半桌 以前餐廳很少 大家都是家裡有什麼喜宴啊 或者是有路錯啊 就是禮廚啊 千辛無煌啊 就是請客人 大部分都請中破筛來煮 這樣子 那以前我外公他就是這樣 我媽媽有小時候 有時候會 他們人不夠會叫他去幫忙 一個掛包 一個掛包好 因為家有中破筛 黃毅清的媽媽從小耳濡目染 當年就算經典台菜風華厚厚一本如慈海 他也能信手拈來 眼下蒸油飯實在缺缺一碟小菜 這個水要瀝乾才可以 因為它裡面有水混的話 它會影響這個米粒的這個Q度 延續媽媽的偏好 黃毅清做油飯也選煎糯米 舊米因為時間流逝 好在質地鬆軟 水分卻相對不足 浸泡於是得多下份功夫 看個人他們的習慣 因為你新米舊米 那個泡水的時間有差 你新米的話不能泡太久 舊米的話你時間要泡久一點 那個米粒 中間的米粒才會軟才好吃 然後這邊要打氣管的話 就因為我們太滿了 所以說它水深器有時候上不來 因為我那個一天三桶 有時候賣不夠 所以說要用第一步就是弄高一點 真高一點這樣子 但是這個要有技巧 真的要有技巧才 對…沒有這樣子 只有這麼高我沒有辦法 不夠 文火兼炊焰慢慢 一個開店的上午 就算要分皮連蒸三趟 才有辦法應付需求量 王毅清總還是堅持著 老味道就該用木桶炊蒸才好 眼看天色破曉 熟飯散出米香 接著粗重的拌飯苦力活 卻交由兒子接手 香菇豬油 蝦米紅蔥頭 過進熟飯 拌得香濃 正當五香膠汁的濃煙 悄悄蹭出其樓 此刻不偏不倚 正好六點半鐘 綠燈一亮 彷彿百米賽場強聲乍響 猛甲大到第一批車流 瞬間送來生意報道 那是什麼 中油飯 你們大的一共要幾個 我還有 一二 三個 四個 一共五個 五個大油是不是 對 不錯吧 還滿髒的 還不錯 還不錯喔 那料呢 不錯 白煙肥五間 一口熱飯 一口酥湯 優餐的個個都像其老饕 轉至不語 任平米香溫碗 蹭井未戴 至於無言下 只管努力辦飯的 家事雖純熟 兒子黃士宇 實際回家接手 卻也才一年多 本來作用 電子工程師大好前景 有了小孩後 防止父母苦心 所以循著爸爸腳步回家做飯 也無怨甘心 不相信啊 想說應該是跳槽去別的公司 對啊 沒有 不是 對啊 我不相信啊 對啊 為什麼 因為這個很辛苦啊 這個 早上也很早 然後 這工作比較出眾 然後事情很多 還是說看你要不要急 我想很可惜啊 不然我之前阿嬤都做很久了 對啊 然後做到現在 如果說都沒有做的話 家裡都沒有做 這個 這個 這個店啊 這個 這個記憶就不見了 記憶裡 阿嬤留下來的調味符嘛 是財產 也是台菜史上一頁華貴的珍藏 好比家常滷肉 醬炒逼油 放進中油滷包後 想取甘甜這一味 倘若是餐糖 豈不虛色了 王毅清取而代之的是 甘蔗頭 因為我們沒有放糖 一般的話 有的人是滷肉 就是放糖 放糖的話 會比較死甜 如果放這個甘蔗頭下去 它會清甜 要稍微先炒一下 就是把這個 把這個油給它逼出來 這樣子吃起來 口感才會好 才會Q 肉也才會死回 然後吃起來 好像會膩 會油膩 另外高溫炸排骨 用的是以早爆好的豬油 香氣醇又新鮮 精油排骨酥浸潤透澈 隔天再拌油飯 吃夾生香 果真就成了絕無僅有 肉還蠻新鮮的 有原味吧 因為它比較清淡 比較清淡 對 我們老家的口味比較重 這個蠻清淡 就是清淡中 還可以吃得出來 味也已經做得蠻好的 我覺得蠻好吃的 就是肉也很鮮的 然後那個米也很Q彈軟 我就感覺到 把那個肉味 都泡在了那個 浸在那個米裡面 曾經我媽媽就跟我說 我們家四個兄弟姐妹 就我一個男孩子 我一個姐姐兩個妹妹 就四個孩子嘛 要吃飯 我媽媽跟我 我爸爸說 那個米人沒米 要去買米 然後結果我爸爸 三天以後再回來 買個米三天以後再回來 現在回鄉起來 早年母親命苦 其實都跟爸爸適度有關 看著油飯生意穩定 媽媽大從黃毅清國小畢業 就隨時接班 只是沒想到 當年寒苦的唯一男丁 最終還是因著孝順 做得比誰都勤 那時候她是身體不好 有時候會叫我說 跟她聽幾天 她是 後來聽一次她真的不做了 就叫我說 繼續做下去了 我們兩個都知道動氣了 沒有辦法 馬路邊油飯熱煙 依舊冒得起勁 窗浪外 儘管世界喧囂紛紛 老店三代 昼徵業主的爐火沒斷 滋味裡的綿長餘韻 也沒斷 從廣西柳州 嫁來台灣的女生 找工作遭到歧視 有無法適應台灣的食物 她決定自己開店 賣家鄉的柳州米粉 剛開始顧客聽到柳州米粉 還真的不知道是什麼口味 一天只賣個三五碗 但是她還是堅持用心的熬湯煮料 終於黃天不復苦心人 除霞的滂沱大雨 交得路上行人 簡直就快斷魂 偏偏雨越大 鑽進偉情文店裡的人越多 欣欣念念禪的 是這麼一碗貌似紅燒牛肉麵 滋味卻出其豐盛的螺絲粉 所謂的螺絲就是你們講的螺 我們那邊螺的統稱就叫螺絲 凡是什麼燒酒螺啊 那邊螺絲肉我們都叫螺絲 然後螺熬的湯加米粉 所以我們叫螺絲粉 其實螺絲粉對偉情文來說 也就是老家柳州人 俗稱的廣西米粉 因於瀰漫間 大把的花生 炸豆皮 滷牛肉滷大腸頭 拌在湯頭裡集齊對味 過去還沒結婚前 那不過就像台灣的滷肉飯 陽春麵 怎麼知道加來萬華後 翻遍全台找遍村邊向底 竟連一碗都不見 我們老家其實湯都差不多 肉是我特別加的 我兩個月回去 第一時間下飛機 就先做的事情 一定是螺絲粉 吃完一碗然後回家 但回來要上飛機之前 要吃一碗再回來 正因為家的味道實在太遙遠了 如果自己動手 豈不方便許多 為情文做第一碗的念頭 是這樣來的 但是對於熬湯有多繁瑣 當初卻沒想太多 這邊一份上就是大骨 雞骨 洋蔥熬到六個小時以上 六個小時以上才能加入 結果把湯全部熬成滷白色 本來我們當地都是那種辣 很辣的辣椒油 但是我考量到台灣很多人不吃辣 不敢吃辣 所以改用韓國辣椒粉 最主要就是要它的香味 大骨洋蔥熬到軟化 光是第一回合就要六個小時 然後才能再熬失落 起鍋前爆好辣油提香 大工程卻只能算是完成三分之一 因為酸辣殘半的風味 還得靠酸豆 蒜菜酸笋 帶出酸香爽脆 它本來就是 就是生的也可以吃的 炒過那個比較入味 然後比較好吃 酸豆炒過 雖然氣方才散發得更淋漓 酸菜煸乾 油香也才好被鎖進湯底裡 接下來大腸要滷 牛肉要燉 就連花生也得要自己油炸 煩肉綿綿不絕 煎煎不止 總要到最後才得以換來一碗 化解相似的滑潤豐滿 剛開始不習慣 可是就是 吃一次就吃了 它湯頭還滿濃 它就是有點微辣 然後再有點酸酸的 它那個裸肉的味道在裡面 雖然沒看到裸肉 就是有裸肉的味道在裡面 它說桂林我就覺得很好啊 剛剛現在來吃就是回憶啊 雨天重熱煙香 有人來重溫旅行的靜好 也有不少 是和當年偉情文一樣 來尋家的歸屬依靠 有一點像我們家天的味道 這個 嚐起來是什麼樣子 很鮮美 這個豬有什麼天氣 還在裡面 幸福感在裡面 一口濃湯一口米粉 這滋味 宛如能讓迷途的靈魂 有所遺歸一樣 所以高棚滿座也就不奇怪了 只是剛開店時 客人卻是一見到店名 就謝絕上門 他們不會想說這是吃的東西 他們想說這是五金行的 類似五金行的 每個客人來的都要跟他解釋很久 要來這邊 一桌 一桌 一樣的話每天說了 日子久了生意好了 總有不必再解釋的時候 然而九年前 偉情文跟先生結婚後搬來台灣 對於這裡的食物 卻是餐餐吃 也懂不到適應的那天到來 我吃到快哭了 我吃到我剛來我沒辦法 我沒辦法一次來待三個月 我一定兩個月我就跑了 我要回家 我是覺得台灣的食物 像我們剛來 然後我們吃的是偏鹹偏酸 然後台灣人就我覺得 什麼都是偏甜的 記得那個時候孩子還小 吃不慣台灣的食物事小 但先生退休了 讓偉情文跟上頭腦的 是找工作分擔家計的必要 我有去找過 可是 都不理想 因為我們是外籍的關係 然後很多都會說 聽到我們講話就不行 大部分都會比較排斥 對然後就我是覺得乾脆自己做 自己做就沒有這種問題了 想念家的味道 再加上求職四處踢到鐵板 確實有許多外籍媳婦 都會謀生自個兒創業的念頭 只不過偉情文要賣的是螺絲粉 而在台灣近幾年 野生食螺數量本就不多 所以店門一開 光是找食材 心神就後取一大本 這個 這個它一定帶活水 那個流水 乾淨的水 它才有辦法生存 它如果那個有汙染的水 它就生存不了 來 這個先拿過去 你們這個流出的泥粉 到底它不一樣 為什麼一定要用這一種泥粉 口感比較好 口感好又滑 用很久的成眠米種 對 那你後來是想辦法 就是回老家去 進口 想辦法進口 回想那個當時 不僅失落不好整 為情文選了台灣的粗米粉 泡在湯裡 一煮就燉 前些年生意門可落雀 一點也不如當前 開始的辛苦就是沒生意 沒生意一天 反正看不到什麼客人心會 心會涼的那種啊 每天從早上有點多 就做做做做到 凌晨有時候到五點 四點半 四點半回去 通常就是這樣睡覺都睡不飽 睡不夠了 所以我把我做這些店 把頭髮都皺白了 九年了 柳州姑娘又青春換來的髮白 雖然再也烏黑不回來 然而手裡這溫馳 卻又獨特的味道 卻早已落地生根 以令喜美的姿態 不僭越 不逾矩地 搬進老套心底 三級警戒的前一兩天 我記得前兩天那時候 就覺得怪怪 人潮大概就是少將近一半 我就突然覺得 怎麼人突然少這麼多 還記得嗎 傅伯伯翰說的是五月中旭 母親節剛過 雙北就從一天十幾例確診 連日增到二十幾例的那兩天 那天我很清楚 但是那天中午之前 人潮都還滿多的 可是一宣布三級的時候 一下子整個人潮完全不見 然後我們就緊急地被撤走 所以趕快收攤 不知道外面有多嚴重 就是新聞出來 我們才知道 原來我們這邊算重災區 又是萬華又在華西街 就算家裡的老店 這些年因著蚵仔滷肉飯闖出名號 已經算是名店了 三級警戒的那兩個月 他們和所有萬華人一樣 依然被無情地貼上標籤 因為我們是萬華人 人家聽到萬華 萬華來的都會有點排斥 但也不能怪他們 但也不能怪他們 像我們南部人 我們想說趁這一段時間 然後下去 對 要下去走一走 爸爸媽媽因為可能年紀大了 他們會說 你們還是在台北休息就好 富伯漢七年級 從小生在萬華 長在萬華 靠的就是這一鍋 焦零在白飯上的家傳滷肉 把四個兄弟姐妹養大 一鍋甜心焦黃 取的是朱井部位的七肥三獸 恰似明萌般的阿諾比利 同樣十三七比 光是煸油就要一個半鐘頭 再來才是餐進丁香大小回香等等 十多種香料 細火慢熬煮到精脆進出 其實會回來當初一個原因 也是覺得說 華西街好像有比較沒落一點 對 就是變成說 可能國外的觀光客 他會因為旅遊的指南 他會來華西街逛逛 來龍山市 但北部人可能 比較常去饒河街 或通話夜市 所以就想說 要怎麼樣把年輕人吸引過來 算一算也有三年了吧 傅伯漢曾經是賣建材 和英語教材的業務 會回到店裡幫忙 主要是捨不得老店 因為客群年齡層偏高 所以生意一年年不如以往 我很多朋友 都因為我回來做之後 才有來過華西街 真的嗎 對啊 就回來做之後 然後他們就來捧場 才有來這邊這樣子 是啊 如果不是衝著幾張IG上的浮誇亮點 年輕一輩 誰來後果尋憂 況且在此之前 米其林BB燈推介 也還沒走進老派華西街 阿公吳皇義的刮包店 李老店大概就十公尺月 滷肉飯的基礎招牌 這是他從那個西區繁盛的年代 遠從台南北討 一手寒心如苦澀打下來 我以前做的滷肉飯 和台北的滷肉飯做不一樣 我以前的滷肉飯都用切 切割 像現在都用切割 南部北部的滷肉飯都用割 木有甘醇醬香 一碗高魚滋潤 儘管早年因為阿公 已經在起跑點 但五十幾年過去了 後來要在大時代的柔序中 竄出起立的焦點 那倒不是容易的 那時候是因為 跟媽媽一起去日本料理店吃飯 然後就 因為日本料理很多那種丼飯 就突發奇想 就跟媽媽說 那其實我們滷肉飯 如果上面在擺東西 其實我們也像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方式的丼飯這樣 那我們可以把它做多一點改變 那可能單價也有 雖然說比較高 但是我們CP值夠高 可能也 客人也會能夠接受 就這麼他做了兩種實驗 一是在阿公原有的滷肉飯碗上 拼貼出 蘸了骨味醬液的蒜泥白肉 另一碗則是 疊滿視覺效果豐美的蚵仔 再佐以澎湃蒜酥蔥花 結果證明 蚵仔滷肉飯大贏 這個蚵仔這是他們年輕人的創作 阿姨我 是他滷肉 就是他滷肉 他滷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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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蒜酥炸得很酥 每天都來 常常吃 因為每天中午都來吃了 對啊 就每天都來啊 對啊 為什麼啊 我們來這邊工作 因為我覺得他偏甜 然後他的肥肉 肥瘦的比例 他是肥肉多了一點點 但是他的肥是 有而不膩那種 那種甜 然後我覺得還不錯 對啊 而且那個 他的鹹度 甜度剛剛好 一個牌 你要那裡用的嗎 這裡用 好 正中午12點 羅書人的用飯尖鋒 老師說若是 從前國泰民安時 店門口早就列出隊伍來了 如今就算偶爾疫情戰法 花歇街卻彷彿 在許多食客的印象裡 慢起因因 剛開始回來做的時候 只剩下一兩層 那只能做外帶 或外帶的客人 真的不多啦 對啊 不多的情況下 因為他們不敢進來 所以對人更少 客人少了 翻桌率掉了 無奈十幾個 一起打拼過來的員工 有的至今 也還放著無薪假中 其實是很為難的 因為我們之前很忙的時候 他們也有陪我們 經歷過那一段時間 所以有一點 有這個革命情感 那這時候疫情的時候 突然要請他們先離開 這就會有點 比較難開口這樣子 如果以毛利50%來講 那你還有加上人事成本啊 然後還有房租水電 還有一些雜項 媽媽是 他們以前是沒有 把自己的薪水也算進去 那這部分如果再算進去的話 那其實基本上應該也沒有賺錢 後疫情時代下的變化 正如晴光下的雷雨說來就來 無論在野幽靜的午餐時光 也會被打亂 傅伯漢說把家裡的乳肉飯做成冷凍包 現在看來布也就像是預備方案嘛 其實我覺得餐飲的生態有慢慢在做調整 對 因為你會發現有一些小店 他們可能現在他們已經主打 就已經不再是說以內用為主打 那我覺得說其實如果說現在方向在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人潮一直沒有回流 那我們就會做下一步的改變 一個牌 一個燙魚皮 小魯 一個小魯 是想在雨國天晴的多年後 小旺舟的老味道還像一人在水一方 那該又是多麼美好 這個是鮭魚肚 然後這個是豆芹 立下後才剛劈起夜幕的老台北奔忙的奔忙 緩下來的就轉進巷弄 鳴雲濃郁的關東煮餐車升起暖滑 並在華麗的壽司攤邊就像關著腰桿 收音情歡迎打拼了一整天的上班族們 餐車玻璃櫃上 醉蝦雞腿握壽司海鮮 老客人熟門熟路 自取自助 沿著黃光走進陳夢君跟爸爸開了近四十年的日本料理老屋 正確來說 這間老居酒屋最近才因華燈出上爆紅呢 畢竟林心如楊錦華飾演的幾個媽媽桑們 下了半是真的就坐在餐桌霸台前 演戲演他們的人生 當初劇主來接槍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說 他想要用這個場所 其實就很單純就是說 有人願意就是欣賞我們 然後能夠配合我的時間的話 那其實我們都滿樂意提供的啦 因為其實 我等於說是在簽約的時候 我才是要稍微問他一下說 那可以問一下說會有誰來拍 他說會有就是林心如啦 然後楊錦華這樣 我說這麼大卡 其實我滿嚇到了 現在想起來能跟當壺聚集扯上邊 完全是無心插流 滑燈的效應帶來龐大陣仗人氣 彷彿又讓陳夢君回到童年的光景 而這個霸台磚牆 擠來張木桌鐵椅 其實也不僅是他個人的風華回憶 該說這裡是所有老台北人的 以你青春吧 是三四年級的也屬於五六年級 我們大學的時候就來用餐了 就算我們負擔得起然後又好吃 出社會之後就覺得 不時可以來回味一下 他們的關東煮也是很好吃 每次來那個也是我必點的 就是我那時候的那個回憶 對對對是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很開心 很開心有吃到這麼道地 好像讓我去回想到那個時代 好像會變年輕了 因為其實他宣傳其實是真的 滿多地方都看得到 滑燈處上的這個宣傳 不管是用手機網路還是媒體這些 他們比較熟悉 所以其實吃年輕客人都滿多的 但是他回去看片的時候 年輕客人他的爸爸媽媽 或者是阿公阿嬤說 這就是什麼地方 那我知道我們都來這裡吃飯 確實這裡裝載的何止滑燈出上呢 除了老客人的 還有爸爸拼都一輩子的好幾項里程碑 陳夢君說剛搬來這裡的時候他才五歲 在那之前家裡本來開鐵工廠 但那一年工廠遇上通貨膨脹 爸爸卻一時資金周轉不零 一夜過後 就成了負債一兩千萬 很辛苦 我那時候是 我跟我妹妹一個給阿公帶 一個給阿嬤帶 他們很早就出門 然後很晚回來 所以大部分都是阿公阿嬤帶我們這樣子 對 然後那時候剛開始 阿嬤很早就起來要煮飯 煮壽吃飯 會開日本料理店 也許還得多虧爸爸開工廠 當老闆時吃多見廣 店家的經驗靈感 甚至在那個日本料理都還走高單價的年代 爸爸就興起把巷口兩台餐車 當自助爸的idea 花壽絲手捷 廣東煮生魚片自取現點 更在朋友的引荐下 飛到日本取經 甚至帶回日本師傅 站在露天餐車板前 然後他覺得那個時候 日本料理沒有那種自助式的方式 然後他就說 我爸爸大部分的人都叫他鏡上 他說 阿靖先生 在以前人家都幫你拍攝 現在是你在拍攝 在日本拍攝 都只是說 比較專業幾項而已 是 在台灣 我想說 我們中華料理 應該也是要跟日本拍攝 OK 那時候我就想說 做一些比較 比較細行的問題 不要說一個菜出炊了 很大 很大 很大半 小心燙喔 那個阿太 蒟蒻兩塊 好 鮭魚鮪魚鮪魚 鮪魚鮪魚各半 一份 那個年頭 日本料理講究高級精緻 還得奉上桌邊服務 爸爸卻創了 前所未見的 平價自助式壽司 不但配菜輕巧 從進玲瓏小碟 價格也變得清明 生魚片沃壽司 擺上黑白切餐車的玻璃櫃 那時跟著熱烟飛竄的 關東煮 一塊從下午三點開始營業 也因為桌邊消費 竟是營業生活 所以每天擺攤開店 一忙就到深夜 連自助餐素食業都還沒問事的年代 店內的菜單陳設 卻早就用了換燈片 還有深夜食堂就怕客人喝酒冰豆 爸爸更別出心裁 生出連風災地震 都翻不倒的鐵管桌椅來 像是這個鐵管設計 它真的是請鐵工廠的人 專門去訂做這個東西 他會有這個的想法是因為 那個年代其實有一些喝酒的客人 然後有時候可能喝了酒 難免會可能想要鬧事還是什麼的 他就會像以前的冰豆什麼之類的 就會翻桌子 然後爸爸那個年 他的想法蠻特別的 他就說 我做這個我看你怎麼病 一桌一椅誘惑燈管床機 陳夢君接下老店後 總捨不得更換 老人家的心血隨光陰 好像也就從四十年前封存到現在 他說要是改了 老客人的青春年華不就回不來了嗎 況且這裡包藏的 還有爸媽一起捏掉的瘋磨歲月啊 有些老客人他就是 可能數十年他就是吃那一樣的東西 他也不會跟你打招呼也不會 你要跟他多聊一點他也不要 但是他就是很堅持就是 就是幾乎一個禮拜就來到四到五次 每天中午這樣子 我覺得那個就是有一種 他就是固定會去的一個地方 那像那時候疫情有休假還是什麼 對 他就可能 他就真的每天打電話來 還有東西沒有一樣不好吃 就是很新鮮 假日一定爆滿 每樣都好吃耶 你說這以前很多日本人很愛來 對啊 為什麼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們吃很久 我們在這裡三十幾年 你晚上來到要排隊 只要來台北一定會來吃一次到 就這一趟就會來吃一次到兩次 有時候像今天剛到嘛 就先吃一次 然後改天過幾天要回南部 再來吃一次 不然會很想念 不管在哪一個世代背景 有人追的是衛美 也有人為的是氛圍 但隨時間流轉 定有人只為了走進小巷 尋幾盤小菜 找到懷舊思緒的出口 而古早味的另一層療育 不也如此 一次出四五十包的量還蠻多的 那我想要答謝他們 我只能說送他們出雪糕 什麼的 然後讓他們吃 就是把箱子鋪滿 四十年的老味道 裝在冷凍真空包裡 趕著裝箱宅配 加美這時的心情 可是忙得超開心 今天祭出大概幾人 是幾份 五份 五個地址 五個地址 真空宅配上軌道 更振奮人心的是 內用也開放 有革命情感的好朋友 第一個跑來捧場 疫情的時候有幫助一些弱勢 送便當 或是有送 警銷醫護便當的店 會比較特別去支持 正為作家 你就來這邊 反正你都要吃 而且這一條街很好吃 你在台北市萬華 這邊的物價大概 去信義區要翻一倍吧 對啊 要來這邊吃便宜很多 專做麻油料理 不光是雞肉 雞心雞佛都能入湯 小菜也很用心 像是米血會先用雞湯煮過 多了清香 古早味白菜乳 這簡直就叫香醜 因為加入扁魚還有炸豬皮 這些老派滋味 使萬華人念念不忘 它的麻油湯就是 不會像外面可能 就是會覺得很嗆之類 然後蠻舒服的 這邊比較涼 有冷氣 吃那個麻油跟下水的 這個感覺起來 有很涼爽 就是覺得很棒 冷雞 這個要很溫柔 就像對蛋小三跟小王一樣 不然它皮 它皮就會裂開 還是像以前在棋樓時 一樣的龜毛 以心追求品質完美 當然受惠的就是上門的顧客 這種顏色的細毛 一般人不會去注意到 那你們還這麼費工要拔掉 那你們還這麼費工要拔掉 不拔掉自己心裡就過意不去 你就會拔上魚吧 我們去外面吃那個魚頭 不是人家零都沒有去嗎 那老闆為什麼不賣了 就是因為他去那個零去得太辛苦了 我就說那你就學人家不要去 他說不行 那他女人不賣 笑說拔毛都拔到鬥雞眼 這個黑魚土雞是主制麻油雞首選 體型不像常見的紅黃土雞長那麼快 肉質較為結實有嚼勁 承襲媽媽的製作手法 所以雞湯喝了不燥熱 還能一喝再喝 我們的麻油雞不像一般大家所認知的 雞肉下去炒過 我們是先汆燙 因為你麻油一直去炒它 一直去滾它 它會少了麻油味 然後老薑跟麻油的部分是 事先炸好的 吃過的人會覺得說 我們的肉質很好 會吃到雞肉本身的甜味 三十幾年來我們就是都這樣子賣 那媽媽也幫我們四個小孩子 養個拜拜爸媽 過去是酒店經濟的她 錢財進账不是問題 但問題是爸媽年紀大 齊樓擺攤的工作太累 才會揮別燈紅酒綠接棒經營 當時每到營業時間 就得推著上百斤攤車到七樓就定位 工程之大老闆娘也要幫忙 遇到下雨更是辛苦 所以立下目標只要賺夠錢 一定要把攤位移到店面 這個心願就在五月份實現 我們那時候在研究真空包的時候 就會覺得要讓客人喝到更濃郁的湯頭 我們那時候研究的時候 雞肉丟掉很多 然後那時候就叫朋友來拿回去看 我就說就是汆燙過的 然後看你們要用紅燒的還是三杯的 但沒想到半島新店面 這不是幸運的開始 而是生存決戰點 因為才開心慶祝開幕 第三天就風雲變色 疫情爆發 為在熱區對面 生意瞬間降到零 我哭也是洗澡也哭 睡覺也哭 然後來店裡也哭 就是只能一個人默默地去承受 那種壓力跟無助感 覺得說我為什麼這麼倒楣 會遇到這個疫情 因為這家店面來得太突然 那本身我的資金不夠 我有拿汽車去貸款 那我想說那我每個月 我要怎麼去償款 所以就算幾天呢 你怎麼這麼急 沒有 我們都沒講話 就是我說什麼 他說什麼就OK 他做什麼就OK 他做什麼就直接就這樣 花了一百多萬裝潢 但開店第三天就沒進賬 只好把車拿去貸款四十萬 才能付清機器設備水電費 至於預備好的擺金食材 也只能一天一天丟 萬華在地作家林立青發現 串聯他參與愛心活動 與其把食物丟掉 不如將他裝袋捐贈給弱勢家庭 然後他說接到這個電話 然後說要捐餐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嚇一跳 我說蛤 我現在SOS是 什麼 你要捐餐 你零收入 附載 然後你要捐餐 然後你的成本又不是一般 幾十塊能打發的 你每一包成本都 也要快一百塊吧 我有一點掙扎 李家美沒這麼想 畢竟同島一命 既然可以幫助人 做了就是 至於自己的難關就先擱置 但沒想到 希望的曙光 就在助人這件事裡 悄悄發生了 如果在弱勢家庭 他們在退兵的當下 覺得他袋子怎麼會是破的 可是這個又是不用錢的 他可能不好意思跟我講 那我就突發奇想 真空包 為了捐助想到的真空包 其實也可以應用在自家產品 真空宅配就成了走出困境的解藥 沒錢買機器 破例把老闆娘哥哥送的紅包錢 拿出來用 除了台迷你真空機 也辦了食品字號 PO網公告周知 湯品推出冷凍宅配 結果 網友給了最大支持 你推出生意很好 很好 非常的好 那時候是幾月份 5月份 等於6月初的時候 但是量有多大 應該那時候第一波破500包油 就是麻油雞跟當歸豬腳 香菇雞跟米雪糕這一塊 這樣破500包油 慘淡的5月到8月 客人進不到店裡 甚至連經過都不願意 但靠著40年累積的超人氣 真空包被大量買單 麻油雞的滾滾香氣 百里遠外都聞到 還好當初我沒有阻止他 去做這件好事情 其實活到42歲 沒有看過這麼人情味 在殘酷病毒威脅下 萬華店家團結 啟動自救雷達 住人也自住 原來聖是會循環的 而佳美和冠儀的轉型入 是關關難過 但也就關關過 不等了 不等了 今天先不等了 有些人的 有個最最最在的 所以在一頓 今天做到這裡 會有些人當成年 有些人當成年 不等了 沒有些人 county